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哈喽,我亲爱的听众朋友 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 大自然当中,蕴藏了许多奥妙 如果细心的观察,体会常常会让我们压抑或惊喜 我非常的喜欢在节目当中呢 跟你一起来分享大自然当中的奥秘 比如说,你知道豆莢成熟的时候有什么特性吗? 它们都怎么传播种子呢? 今天的Easy谈生活,让我们透过这篇文章 小黄豆的秘密来认识一下豆科植物吧 最近走在家门前的小狮子路上 常常捡到一些扭扣大小的黄色豆子 拿在手上硬硬的 很扎实 搁在手心往上抛 感觉又有点沉 后来呢,在草地上 家门口的水泥地上 都看得到这种可爱的豆子 希望知道它是什么植物的孩子啊 我知道有些植物的种子有翅膀 成熟的时候会乘风飞到远方 寻找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有点胖胖的小黄豆 没有翅膀 一点都不像会飞翔的种子 我把搜索的范围扩大到 门口马路对面的灌木虫 路边是一排浓密 超过三公尺高的牧草墙 旱季开花的时候 可以看到探出牧草墙的黄色木棉花 和缠绕在树梢上的紫藤花跟牵牛花 有些比较高的树冠 还会开出一串串的黄色花朵 我想啊 小黄豆八成就是从 这片热闹的树丛过来的 我带着丛林刀绕过牧草区 在灌木虫中开出一条小径 在豆科的灌木上 发现很多 咦咖啡色的豆甲 采集其中几个豆甲 摇晃的时候 豆子在里面会发出咔咔的声响 当我用力扭开豆甲 一颗颗美丽的小黄豆 落在我汗水淋漓的手中 终于找到小黄豆的妈妈了 我把采集的豆甲放在客厅的茶几上 小黄豆是怎么越过牧草墙 飞越马路 落在前院 依旧是一团解不开的谜 几天后的中午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新闻 家里的猫 雍雍懒懒地躺在茶几上休息 豆甲就在猫的脚边 平静的空气中 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茶几上不知道什么东西 炸开了 碎片飞散在客厅四周 受惊吓的猫 从茶几上跳起 飞快地往屋外窜逃 我也从椅子上跳起来 等我回过神 在地板上找到一副扭曲的豆甲 即散落在客厅的小黄豆 原来豆甲会像鞭炮一样炸开呀 我试着把豆甲扳平 可是它像弹簧一样 怎样都无法扳平 而且爆开的豆甲 一边向左旋 另一边向右旋 豆子是靠豆甲左右旋转的 扭力爆开 将豆子给弹射出来 把种子射飞到远方 在阳光烘烤下 豆甲不断改变密度 干燥的空气 不断加强豆甲的扭力 一直到了极限 豆甲就爆开了 这就是小黄豆飞落在我家前院的原因 植物不能自己移动 但是它们播种的方法却各有巧妙 靠风 靠水 靠动物 小黄豆是靠豆甲的弹力离开母亲树 在生存的道路上 它无权选择落地生长的位置 好像只能任由命运决定 小豆子的生或死 如果真的这样 那就是屈服于命运了 但其实不管是动物或是植物 都得靠自己的努力及毅力 来战胜恶劣环境 才能生存 生命中的智慧无所不在 奇妙的大自然中 还有很多尚未解开的智慧 自大的人类 以管亏天 看到的只是芝麻绿豆大的知识 也只有井底之蛙 才会骄傲地以为 人定胜天 自己很聪明 我们今天呢 透过Easy Tan生活 来认识了这个豆科植物 你会不会也赞叹 大自然的奥秘呢 我就想到 曾经看过一篇新闻报道 说以色列的科学家呢 找到了古代椰枣树的种子 这个种子啊 是两千多年前的种子哦 在2005年的时候呢 科学家拿了三颗种子 埋进土里 就在精心的照顾之下 其中一颗种子居然慢慢发芽 长成了一棵小树 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因为这个种子呢 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让我们看见那个强盛的生命力 还有那个大自然的奥秘 在圣经里面呢 告诉我们说上帝 用他的智慧来创造了这个世界 最后一天呢 把人呢创造出来 我觉得很奇妙哦 上帝先创造世界 然后才创造人 把我们放在这个大自然当中 要我们和大自然 一起生存在这世界 我相信神要透过这个大自然 对我们说话 那说什么样的话呢 除了让我们可以透过大自然 来获得许多智慧 或者是更多的来体会生命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 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大自然的奥妙呢 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 大自然对你说了哪些话呢 希望你也愿意跟我分享哦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我祝你是否听见 一个伤心人的呐喊 让我明白你的指引 如何在我身上逞强 我祝你是否看见 那风绝望中的凄凉 祝我为我拖开心路 给我生命 给我